五谷的茂商社区将过去眷村的景象划入墙面 不仅传承过去的历史文化 也透过小朋友们与社区爷爷奶奶们共同的创作 增进了祖孙间的情感 五谷茂商社区是由其他六个眷村合并组成 为了让新生代了解眷村过去的历史文化 里长肖明侠特别利用暑假期间 邀请小朋友们与社区的爷爷奶奶们 一同参与公共事务 将社区活动中心的二楼墙面进行彩绘 我们想到我们的建村是来自六个建村合并的 那我们想要让永续小朋友们了解这个建村文化 那也结合那暑期期间 小朋友可以来参加社区的公共事务 所以我想到把六个建村所代表性的照片 把它画在图面上 然后在那边墙把它改造成六个建村的合并的图案 那是不是更能永续的保存 帽山里长肖明侠表示 将六个建村最具代表性的照片画到墙面上 不仅更能永续保存 并透过共同画作也增进了祖孙间的情感 在画的当中小朋友跟阿嬷说 为什么要画这个图案 那阿嬷就跟他说这是我小的 我从小时候带着孙子 在这里长大的 然后那个是我的建村 然后会说故事给他们听 也因为透过这样画画当中 加深他们的印象 也了解一些建村的文化 里长指出墙面上每张照片 都有着过往的故事和回忆 在创作的同时 透过口语的描述 传承给下一代 希望能留住过去建村的历史痕迹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五谷采访报道